20118届精英女神在昨天11日官宣浪,迪丽热巴凭借漂亮的李慧珍,李慧珍和1001夜007两个人气角色,成为新一届精英女神。 科普一下,精英电视艺术节是中国电视人最高盛会之一,对于女明星来说,能够获得了精英女神奖是一件非常高的荣誉。 此前的六位精英女神都是雪莉和人气兼备的优秀女演员呢,此前的精英女神分别是刘亦菲,李小璐,王洛丹,刘诗诗,赵丽颖,唐燕,而热巴是首位90后精英女神,从出道开始。 她就很被看好,她的硬件实在太占优势了,天生的种族优势,使她的五官机密体又有辨识度,符合欧美人审美。 把长大的鹅大脸,高兔有质,的身材加上大长腿,又很符合当代的国人审美,这样的有五学博爱啊,热巴的颜值虽然能打,但她也是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变时尚,找到自己了风格的,迪丽热巴小时候的样子, 跟现在没有多大变化,额旦脸和立体鼻子,从小就非常好看。 少女时期她曾在东北师大读过一年书,当时皮肤没有很白,加上少数民族打扮,让她带有能重的地域风情。 但是这样的地域风情,让她有了一次很好的演出机会。 2011年,还在上戏独大一的热巴选上,了电视剧《阿奈尔寒女主角》,本色出演一个外表温柔但内心强热的新疆农民女孩。 因为角色年代设定,她的妆容打扮都比较吐气,但眼神却很有戏,这家制造有着油画质感演技虽然青涩,但有一种新疆老艺术家和当地著名影星帮助。 令热巴的表演有了很大进步,虽然没有一站成名,但是不正直让热巴积累不少经验。 回到上戏读书,热巴是学校里公认的美女,就算不是粉带,随便一拍,就已经是发光了美貌。 即使在美女如云的上戏,热巴的外貌也非常出众,但此时的她还没学会发挥自己的优势,还是得青春妹妹的路线。 让热巴进入大众饰演的是2014年的夏天,因为是紧密的皮鞋,热巴在古剑奇谈里,饰演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师妹夫妻,水灵灵的小师妹一直鼓吹大师空多可爱呀。 但是顶着一头厚重的眉上刘海实在是吃偶,跟其他人站在一起还特别突兀,眉上刘海真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。 后来的热巴就基本没有后刘海造型了,一张充满夜夜风情的脸,让热巴演古装戏非常受限。 刚开始的时候只能演夜夜公主的角色,比如风中奇缘无意不凡的夜夜美女离姬,班淑穿奇楼兰公主安心。 若非有架空历史的仙侠剧《三生三世》《烈火如歌》,她的古装扮想就会非常出戏,秦时令人明月新剧长,怎么看都更像是班冬王妃,看着非常别扭。 六扇门剧照,她的每个古装打扮都很相似,分不清是在什么时代背景。 她更适合眼线戴戏,克拉恋人里外表高冷,身,剂逗底的大明星高文,漂亮的李慧珍,李慈悲的丑女慧珍。 可以看出热巴是一个有钱之而且敢多出去的女演员,这时的热巴已经变得会打扮了一些,只是个人风格才不那么明显。 不能说不美,只是美的美啥技艺点,而且新疆美女,嘉行艺人,这两重身份,让热巴经常被拿出来比较,首当其冲就是和那家相比,年纪相同,都是新疆美女,媒体非要将她们比出高低,样貌,穿着,资源,什么都要比,还有跟师姐杨妮也经常放在一起比较。 热巴主当后先约了杨妮占顾的嘉行工作室,虽然在嘉行投资的影视剧里,都有不错的角色,但不免有些时候给师姐做配。 古剑奇谈,为时代,烹人行动,三生三世都是杨妮做女主,热巴打辅助,为了提携新人,杨妮也经常带着热巴出席活动。 看着看着,两人的打扮,穿着越来越像,中分波浪,鼻子眉,浓眼妆,高光鼻梁,你能一秒分辨出谁是热巴吗? 遮住嘴巴的话就一模一样了,尤其是姿夫赵宇,大家都知道杨妮是带过一起,很多特别的穿访和牌子都是由她带起的。 这时候的热巴个人风格还没有十几千名,有不少声音说她在学杨妮,你能分辨出这个是杨妮还是热巴吗? 但热巴的商业价值绝不比杨妮低,十七年后半年,热巴就已经矛起了劲,准备在弯度超速,主演了两部人气。 颇高的电视剧秦时令人明月心,烈火如歌,大萤幕上,在解肉杂货店之后也开始跟自己公司以外的影星合作,今年三月将行给她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后,更是一路开挂,夏天跟登轮合作的一千零一夜,全网收视率持续第一,播放量高达七十亿,自己担任女主的凤九翻外篇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,也将在夏年播出,没有了杨妮, 热巴能不能继续延续凤九的热度和话题度呢?除了在影视剧中,开始了自己的大女主之路,其他资源也让人咽谢,雪碧的权限代言人,你康中国代言,去年,这罢还是杜加班啊,唯一邀请到米兰时装周的中国艺人嘉宾,偷戴皇冠献出自己的模特首秀。 今年二月,杜加班内更是官宣了热巴,成为亚太市品牌大使,前不久的2019米兰春夏时装周,热巴为杜加班那走秀,还上了热搜,只是热巴今年比全年发际线高楼很多啊, 他还拿下了亚洲顶色珠宝,M-I-K-I-M-O-T-O的亚洲代言,有传是热巴在去年米兰时装周,为杜加班那走秀的图传到了日本,日本人看到热巴经为天人的美貌,而选了它。 如果说杜加班那是花勺高贵的,M-I-K-I-M-O-T-O则是纯净别假的。 这两种风格,物观力已经值得热巴扣得住了,而且将它自身的美硬气质都发挥出来了。 不得不说,热巴很适合具有攻击性的美颜造型,比天真烂烂的少女风格,或者把底公主群更凸显优点。 热巴能从新疆红,到国外并不是侥幸,种族优势的样貌固然给它带来了Duff但更重要的是,它一直在探索,进步,以及不停息的努力。 如果它一直急着要貌优势,像一般女演员那样,维持自己的少女形象,原地踏步,或者一步一驱跟着前人的步伐,在舒适圈里游走,它不可能会有现在的成绩。 相信的动作,数年沉淀后已经有了不同的气场前段时间,楼依交在综艺闺蜜的完美旅途,离与闺蜜说私房话,说迪丽热巴四年无休,可以看出这个女生有多拼命。 全年无休之余,还会遇上高强度拍摄,一连好几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情况并不少见,有颜值,有气场,有潜力的洒花在现场市场上不多见。 这次热巴成为精英女神,我个人还是非常服气的,心疼娘子三分钟,毕竟她给广大女孩子做出了范例,不停探索,并且不断努力,把机会紧握在自己手上,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呀。 黄老姚文关注微信公众号,花痴文的女孩。 黄老姚文,看更多花痴文。